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要介绍的就是刚刚结束的第四届 那么这个主将之争非常有意思 所谓主将小球它就是这样 假如两场比赛 双方各七位对手下的棋十四盘棋 最终全部打平的话 那么这盘棋的胜负将要决定整个队伍的胜负 所以这盘棋真的很关键 太关键了 奖金也很高 规格也很高 就这么一个比赛 行 我们现在看棋吧 对 这盘棋是朴婷环直黑先行的 对 朴婷环是这个 这两位都是中海年轻高手 我们广大棋友队 他们都是很了解 我觉得 对对 在前不久结束的这个农心杯上 也就是最后一盘 十月就是中盘战胜了 也是他们俩 对对 他把他大龙给吃了 然后夺得了本届农心杯的冠军 真的对 是的 好的 黑棋下一招土角被白起挂 这个开局 我看 他们之间应该是有一些恩怨的 对对对 一时余量 但是究竟谁是周瑜 谁是诸葛亮 我们还需要拭目以待 下到这的时候黑棋脱先了 对 挂了一脚 这个是一个新思维 倒也没什么 是的 是的 可以拖先 那么十月飞 这一刀起来背后 稍微有点故事 但是续盘阶段小球 我觉得呢 招法也不太多 故事又很多 如果啰啰嗦嗦嗦下去 都想涉及到的话 时间不够了 对 简单说吧 本来这个正常 靠下来 但是十月为什么下这个呢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出现了这个新的 朴廷环突然拖先的形状的时候 最容易想到的是这个 下靠 那么简单一推理呢 发现对方肯定有研究 所以它干脆就绕开 我觉得这个是个心理战的内容 所以它飞 这个也很正常 黑棋点 它也要先 对 白棋接 让双方下出了心形 白棋搬住 黑棋鼓 对 这个心形 过去的棋谱当中 从来没有出现过 总的印象呢 是觉得 我觉得黑棋的手法 稍稍有点俗 对 对 稍稍有点俗 但是毕竟呢 因为它拖了一手线 没错 同时这个棋子又下到右边来了 因此接下去的演变是白棋叫吃 黑棋接上 它咔嚓一断 小邱它一断完了之后 因为这两个子吃掉 厚实 厚壮 感觉上 是白棋还可以 我的印象是这个 可毕竟黑棋是刚才就拖了心 现在又拖一身 对 等于说它在外面连走了两个 对 提掉 然后黑棋又不走了 对 这里呢 这两个子已经逃不出来了 你拐的话我就先搬住你 就杀气气不行 但是它有味道 它状态就是这样 是 好了 接下来我们发现 如果这个脚上 一人拿掉一个子的话 等于黑棋占了一个脚 所以黑棋已经固定地占了一个脚 对 这个脚又是黑棋的 是的 这个脚呢 因为一一这一点看上去是黑棋的 这肯定是黑棋的脚 黑棋已经三只脚了 对 所以它的速度快 时控相对较多 没错 应该是这个印象 但是呢 白棋这个厚 对 这也是黑棋在右上角付出一些代价 所抢到的一个速度吧 对 一个速度 对 好 强调全局的速度 搬起来 长 接下来又是一个续盘阶段必须快速掠过的一个话题 也是刚才我们所说的 你要挖掘的话又没完 下边呢 调定环拖这个呢 我觉得站在白棋十月的立场应该是欢迎的 这期他比较讨厌的是人家走这个 点三三 对 白棋大概会哭下去吗 对 哭它接上 接上 就你这个拉回来呢 当然也可以 嗯 白棋一教师 这样呢 黑棋从这进去呢 也行 嗯 速度也很快 嗯 但是考虑到这边比较厚 和这边的齐形有些牵扯 嗯 要阐述这个牵扯的感觉呢 又需要很多语言啊 嗯 就简单说吧 这个是一个下法是可以的 但是它下一招接上也可以 嗯 接有这个下法 对对对 再给大家看看 你这这个 然后呢 然后白棋两种下法 嗯 你要点这个呢 当然它就接上 点一个 对 爬回来 爬回来 然后呢 它它再选择某一种方式吧 这边补一个 嗯 之类的都可以 因为这边白棋毕竟没有活进 嗯 如果白棋要搬这个呢 当然黑棋就苦这个 然后白棋爬 一爬它就走这个 对 就这个下法主要是 它本质意义在哪里 小齐王 嗯 就是说这一带看起来 黑棋多 其实白棋有打入 嗯 而且打入进去是先手 对 所以这个地方黑棋如果有可能不让白棋进